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是我 你们的好朋友 Karhar穷人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要讨论的是 台湾是不是一个好地方 我其实过去六个月 基本上一直待在台湾 然后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 拿到了一个中华民国拘留证 这个意思就是 我现在可以关到 这个中华民国的监狱里面 然后我之所以能拿到 这个拘留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在台湾 开了一个公司 当然这个过程也一点都不简单 非常非常非常繁琐 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到之后的视频再谈论 那么说实话 做这一期视频 其实让我感觉 稍微有这么一点点压力 因为虽然很多人 对台湾的一些建议或者批评 是保持十分开放态度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非常非常讨厌 别人说台湾任何的坏话 特别是当有这种口音的人 来说关于台湾坏话的时候 有一些人一听到我这个口音 看到我衣服穿着颜色 就假设我是代替习近平 来收复台湾的 I mean guys look I don't give a fuck OK 我是一个混血 我一半中国人 一半比利时人 我他妈的从小到大 都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我没有任何的民族认同感 如果你觉得我相信什么 大中华主义的话 You're so fucking dumb OK 如果你看我推特的话 你会知道啊 我骂比利时 比骂任何一个其他地方 都要凶多了 然后我以前在B站上面的时候 我也会骂中国大陆的很多事情 在平台监管允许的情况下 OK 因为如果平台监管不允许的话 我B站账号就没有了 哦不对 他的确没有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的确得说 就是我的确是一个 会回大陆的人 所以我有一些时候 一些用词方面 可能大家可以听出来 有一些自我阉割的这个属性 但是这不代表我的立场是什么 我的立场是什么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看出来 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 这期视频结尾我也会讲一些 然后如果你还是看不出来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对你说 但是除此以外 我真的不是什么 中共同度人 OK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有一些时候 在Bending以来 我会在推特上面发一些 我关于台湾的一些想法 然后有一些时候 我说有一些时候 经常就会有人看到我这些想法 觉得很不高兴 然后就叫我是一个 或者是我是个 或者我是个 披着白皮 但是我是一个 有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一些 恶劣的这一些言语 我都已经听过了 我之后也许会分享一些 我对台湾不适应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台湾 我喜欢台湾的舆论自由 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我不需要担心太多 我喜欢 我在这边有很多的 YouTuber同行 这一点对我来说 十分重要 然后我十分十分感激这一点 但是我来到台湾之前 我对台湾也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幻想 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我来到台湾之前 我以为台湾是 就像是说中文的日本 我以为台北市 是说中文的东京 那么当然不用我多说 这一个幻想 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我来之前 对台湾的期望值 非常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来之后 每一天 我都要经历Culture Shock 就是因为我的期望值非常高 我觉得如果我来之前 有人做过一期视频 或者是有很多人说过 关于台湾一些负面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我融入会更加快 更加轻松一些 但是这个不是台湾YouTuber圈的环境 台湾YouTuber圈的环境 是每一天说台湾有多棒 台湾夜市有多么的牛逼 逼那天多么的好 多么的方便 台湾人有多么的热情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等等等等 很少有外国YouTuber 会去说台湾的一些缺点 最近的确有 OK 但是我来之前没有太多 这就导致我需要半年以来 自己去发现台湾那一些 不太好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自己去妥协 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外国YouTuber 这么爱台湾 我就有一种脱节感 因为他们很明显 天天的在爱台湾 这么爱台湾 然后我在这一边 还在试图妥协 这个对我来说 有个十分十分十分大的disconnect 这也让我感觉 我做这些视频 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现在感觉 我说的这些话 和这些人所做的视频 完全是反方向 那么我能明白 有一些人喜欢看这一些 台湾好 台湾最棒 台湾number one的视频 我百分之一百能明白 有些台湾人也会说 台湾一直以来 就不被国际认可 所以当有人 当有外国人 介绍台湾的时候 他们感觉很开心 然后我能理解到 这一种心态 但在另一种方面 我也想说一些 我关于台湾 所体验到的一些 真实的这一些想法 一些我对于台湾的 一些负面的看法 它其实需要你 融入台湾当地的文化 关心新闻政治 还有人文 你才可以发现那些事情 很多外国人 虽然他们来到台湾 他们很喜欢台湾的 那一些外表上面看上去 很好的一些事情 但他们不会在乎 台湾的新闻政治 或者是人文 RX预防针打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们可以 进入这个主题了 我们先从 我不太喜欢的事情来讲 关于台湾 过了六个月之后 还是非常不适应 然后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关于台湾 然后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台湾的缺点 那就是台湾的媒体 台湾的媒体 糟糕到一个 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 我在这一边举一个 我亲一天才看到的一个例子 拜登总统口中的 台湾毁灭计划 华府广播主持人尼克森 16号在推特表示 白宫内线消息透露 当被问到 有什么比新保守乌克兰方案 更具灾难性事情 美国总统拜登回答 等你看到我们 毁灭台湾的计划 就知道 那么这个新闻片段 是关于拜登很明显说 他有一个要毁灭台湾的计划 然后这一个事情 被不同的新闻播报 然后我搜了一下 关于这一个事情的报道 我可以看到 基本上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相同的报道 就报道这一个同样的事情 那么他们所引用的 这个所谓的推文 是来自这个叫做 Garlene Nixon的 这个所谓广播人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原推 我马上就发现 这个推文是一个嘲讽性的推文 这个人 这个所谓的广播主持人 他这个推文 只是为了讽刺 是一种satire 他只是利用一种反讽 来表达自己的 这一个政治立场 并不代表拜登 真正说了这句话 天哪天哪来看看 他居然回答说 等你看到我们毁灭台湾 当你看到我们摧毁台湾的计划的时候呢 原来拜登骨子里是想毁灭台湾啊 还有个计划 写的这个推文 我这仔细看 我看了一夜是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是捕风捉影的一种 电视节目主持人 等你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 让不少网友惊呼 两岸都必须要觉醒 不能被台湾的 不能被美国的政客给出卖 这一条推文 被台湾新闻媒体捧成了一个宝 几十条几百条报道 就是关于这一条 完全不真实的 反讽推文 他们甚至还上街 去问民众 对这一条推文有什么想法 好像这个真的是一个事实一样 而且不框是新闻 就连立委到台湾的议会里面 都来引用这一句话 华府广播节目主持人尼克森他近日爆料 他引据白宫内部人士的透露 当被问到有什么比新保守派乌克兰方案更大的灾难的时候 拜登他回答 等你看到了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证实这是不是拜登他曾经这么讲过 但是近年来呢 美国华府圈的确有传出类似的说法 Guys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疯狂 OK 特别特别特别疯狂 And it doesn't stop here OK 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Garlan Nixon 到底是一个什么号的人物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那些新闻说什么 这个什么美国华府知名广播人 我去看了一下 他不仅没有多少人气 在Instagram推特上面根本没有多少follower 而且他主持的这一个广播频道 是俄罗斯赞助的 对不起我这边得纠正一下 说他是被俄罗斯赞助的是不准确的 因为Spotnik其实是俄罗斯的官媒 没有错 他们是俄罗斯的官方媒体 不仅仅是赞助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媒体的 其中的一个所谓广播人 发了一个反讽性的一个推特 然后台湾的这些新闻媒体 把这个推特当成宝 用来做这些所谓的 一些人会说是认知作战 他绝对不是捕风捉影的一种电视节目主持人 那么在我继续谈论这一个事情之前 我知道这个是蓝银的一个报道 但我说这个事情不代表绿营媒体 不会做一样的事情 这里是马英九在中国大陆湖南做的一个演讲 然后你来看一看 这两个不同媒体 对于这个报道有什么样的不同 无比会讲出台湾属于中国 马英九顺着中共的同战思维 获得现场湖南师生鼓掌赞同 从中华民国宪法开始讲起 马英九对着在座的湖南大学学生 讲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三例在这一边是完完全全的在断章取义 你可以注意到马英九中间 关于讲述中华民国这些论述 全部都被剪掉了 所以这些断章取义假新闻 不光是蓝银的特权 绿营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台湾基本上所有的媒体 很多时候都会做很多断章取义的报道 而且很多是故意的断章取义 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报的这个东西 有多么的不真实 他们还是会报出来 关键是很多民众根本没有鉴别这些东西 是假的这些能力 台湾很多新闻观众 没有任何思辨能力 没有任何思辨能力 这在一个民主的地方 是十分十分十分危险的 真的我每次看到这些新闻 我就为你们着急你知道吗 真的着急 台湾虽然有一些fact checking的这些机构 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关注他们的Twitter账号 或者Instagram账号 或者会去他们的网站上面 看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台湾的假新闻数量 真的是出奇的多 真的是出奇 出奇的多 我刚刚觉得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如果让我觉得的话 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好多 不同新闻媒体造谣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让我印象最深 但是我没有谈到的一个例子 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做一个 专门的视频出来的一个例子 然后那个例子 真的是让我无法描述的生气 我每次着手研究这个视频题材的时候 我就会进入到一个很黑暗的地方 听上去很中二 但是是真的 It's like so fucking bad 我得说一个实话 台湾媒体真的是让我对台湾印象 大打折扣的一个事情 关键不仅仅是媒体本身十分的糟糕 而且还是民众没有甄别事实的能力 并且在台湾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 还有这么多人不能甄别一个新闻 是真的还是假的 做一些基本的查证能力 我真的是为你们着急啊 太他妈着急了 真的 我在后期的时候还发现 其中一个接受媒体采访 然后赞同拜登有这个所谓毁灭台湾计划的人 是这个台大哲学系的教授 我要严厉的强调一下 这个Gala Nixon写的这个推特 我这仔细看 我看了一夜是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美国白宫没有辟谣 让我感觉说 绝对绝对是有这个计划 该说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真的 大多数民众真的就是礼貌 就是不知道怎么甄别一个事情是真的假的 然后没有这一个逻辑思辨能力 就是当你说出一个事实的时候 或者是当某一个人抛出一个论点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怎么与他正确的辩论 然后我经历了好多好多次 我都不能举太多的例子 因为我可以写一本书出来 就是很多人会看到你的论点 不去攻击你的论点本身 而去来批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比如说 很多人可能看到我这个视频 看到现在 看到我说台湾媒体的这些事情 他们会无缘无故说出的话就是 他妈的西兰 你以前住在中国 中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 你嘴什么啦 就好像我从小到大 唯一住的地方就只有中国上海而已 或者是当你抛出一个论点之后 很多人不会攻击你的论点 而是会攻击你的语气 他们不会去说你说这句话 到底是true还是false 而是说你说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你说这句话是不是态度不好 如果你态度不好的话 特别是如果你有中国口音的话 你就应该滚住台湾里的这种猪 然后如果你是其他地方外国人的话 他们会说 如果你不喜欢台湾的话 你干嘛还待在台湾呢 你应该滚 乐果在这边意识到 如果你有一个民主社会的话 大家讨论是正常的100% 我是说 在一个民主社会 你应该也有基本的思辨能力 还有甄别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能力 要不然的话 台湾的政治就是谁钱多 谁会洗脑 谁就赢了 我知道to some extent 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台湾特别糟糕在这一方面 特别糟糕 然后我知道中国大陆 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所以没有人可以进行任何讨论 I know OK 但是为什么你们要比中国大陆 我再说台湾的问题 It's insane dude 如果你看任何台湾新闻的话 然后你真的在乎台湾一些政治的话 你没有和我有一样的心情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 我真的不觉得是我在夸张 OK It's so fucking bad It's insane Alright look I'm gonna do my part OK I am going to do my part 我也不想只抱怨就完事了 OK 关于你要怎么知道 什么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有一个叫做方君竹的人 他做过一个东西叫做记者真心话 他有一个系列 教你怎么甄别什么是真新闻 什么是假新闻 什么是好新闻媒体 什么是坏新闻媒体 我觉得大多数人 如果你在台湾的话 你真的应该看完这整个系列 这是最基本的 Alright 说了媒体 不光是政治新闻上面 他们会断章取义 然后会说一些假话 就连你是网红的话 你在很多情况下 也会受到他们的攻击 然后这些媒体 在攻击网红的时候 在蹭这些网红热度的时候 他们做得很英明 他们不会直接写一个文章 说你有多么的垃圾 他们会做的事情是 他们在文章里面写的东西 好像看上去都很正常 但是他们会用这一个标题来杀人 这个也是台湾新闻媒体 环境很糟糕的一种体现方式 我当时来台湾的时候 就有一些时候会在推特上面 或者Instagram上面 发一些我对台湾的看法 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一个推文 有些时候都能上新闻 然后这些新闻媒体 会对我进行标题杀 才逃离中国上海 YouTuber西兰计划来台 却批装潢丑 然后下一个曾痛批装潢丑 中空网红来台急改口 喜欢台湾 这个是因为我来台湾的一个视频里面 我在最后我说 我挺喜欢台湾这个地方 然后很明显这个就是我在改口 很明显我不可以一边喜欢台湾 一边批评台湾的一些事情 所以很多没有看过我视频的人 他们会看到这些新闻标题 然后就会对我有一个负面印象 就好像我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我到哪一边就说 哪一句话给哪一些观众听 如果我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我现在不会做这一种视频 来批评台湾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 我会做的事情就是去 他妈的天天说 台湾夜市牛逼 台湾便利店方便 这个会让我赚钱起来容易的多了 然后我最喜欢他这个Facebook文章里面的这个描述 台湾虽然不完美 但还是我们温暖的家 当然关于这一些标题杀 也不光是我这一个人体验过 很多其他的网红 他们也体验过被这一些新闻媒体标题杀 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去看你原视频里面 几十分钟里面说了什么 大多数人 特别是陌生人来了解你的方式 就是去看这一些被推到他们首页的 这一些新闻文章的标题 他们甚至都不会读文章里面写了什么 就是标题而已 所以很多那一些你可能认为名声很臭的那一些网红 可能你都没有看过他们任何一个完整的视频 你只是看了那些标题 就对他们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那一些想法 我还记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做过一个影片是关于这个台湾的狗仔队 现在想起来那个视频真的是十分的小而科 我之所以那个时候会对这个狗仔队有这么大的culture shock 是我以为狗仔队 狗仔记者是台湾这一个唯一的乱象之一 但是之后我才发现狗仔队只是台湾媒体乱象的其中一环而已 很小的一环而已 台湾的新闻媒体真的是烂到不能再烂 狗仔只是那一小小的部分 这个著名的导演李安在2013年在什么时候获奖的时候就说 台湾什么都很好 但是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台湾的政治还有媒体 那么我还是得反对他 因为除了政治还有媒体 台湾还有其他不尽人意的地方 下一个我们要讲的话题 就是台湾的交通 台湾的交通很烂 甚至前几个月被BBC叫成新人地狱这个信用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今天也不想在表面就说 台湾这个新人地狱然后就结束了 关于台湾交通烂这个事情已经被谈论好几年了 特别是从去年这个话题被谈论的最多 最近营建署宣称台湾改善行人空间要100年 我这边给大家放一个图 这个是荷兰几十年前的状况 这个是荷兰现在的状况 交通问题可以对台湾来说已经是当务之急 但是我看不到现在的政府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决心 前几天我在直播上面看了一下 除了台北以外 其他城市他们的行走环境是什么样子 然后如果我要说台湾的行走环境是第三世界 我也觉得完全不为过 其实在台北走路还行 你知道吗 只要你不是走进那些小巷子里面 走路还行 台北还是有很多七楼 但是那些小巷子真的是比较不太安全 但是如果你要去台中台南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 It's so bad 我也去过 因为我也环岛过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我记得我走到台南那一个叫什么国华街 那个很明显是一个很火热的一个吃饭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那条街有什么好逛的 我完全不懂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Sorry如果我听上去像金汤利 然后听上去十分嗤之以鼻对这种事情 It's so bad 那些地方不仅是你走的时候完全不安全 而且是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闻到那一些车的那一些味道 还有那一个噪音 我真的在那一边就没有任何想逛的心情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交通糟糕透顶的地方 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的决心去处理这一件事情 我真的看不到任何魄力说 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我还在这边想这个问题到底是十年以后能不能解决 二十年以后能不能解决还是真的 台湾永远就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说到这个政府不作为的事情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国华街八年之前的新闻 话都还没说完 人潮中就被汽车闯入 小姐不得不让路 而这样的情形在台南市国华街早已是常态 行人走在路中间 汽车机车一起针道 机车想停就停 这辆黑色休旅车更是随性 还有店家直接把摊位摆在黄线上 交通乱象随处可见 没有错 这个是一个八年前的新闻 关于台湾的交通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很喜欢focus在行人走路不安全这一方面 但是让我感觉最烦躁的一方面 是燃油机车 那么我知道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因为台湾很多地方的确公共交通做的不是非常的好 其实除了台北还有高雄以外 没有太多地方有很好的捷运系统 台中可能好像有一条线 但高雄也没有多少 所以的确很多人的代步方式只能是汽车或者是机车 机车的话 因为台湾还没有大力推行电动车 所以大多数人开了 还是燃油机车 然后燃油机车真的是特别的吵 然后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多人会不能明白 很多人会说没有吧新的燃油机车它其实已经很小声了 你走在路上其实会听不太出来的 但其实如果你去国外的话 你会发现那些没有太多燃油机车的地方 或者是有专门步行街的地方 它们是多么的安静 然后当你有那个安静的环境的时候 你走在外面 你自然而然的作为一个路人 你会想走在外面来享受城市给你带来的其他的设施 然后其他的这一些美好的地方 但是在台湾 我真的不想去外面逛街 真的一点都不想 这一种事情 如果你是没有去过欧洲 或者是有些人会说日本 你是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反而会觉得我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但是没有 每一次我从比利时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街上很臭 然后很吵 然后我从一个我可以去哪里都走路的地方 来到一个我宁愿不走路 我宁愿打车的地方 第三点是台湾的开车技术和手法能力 很多人说什么台湾最美的风景世人 这句话我其实觉得挺对的 但是得加一个括号 知道他们到了马路上面 每次我从国外回到台湾的时候 然后我在桃园机场 叫一个taxi回到我家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我是从文明社会到了GTA里面 台湾很多司机在路上乱开车 乱变道 乱逼车 真的让你作为一个乘客 都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这种事情我在去年环早的时候 我也有所体验 虽然我没有驾照 所以我不知道正常开车应该什么样子 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司机 在一个大货车后面 然后我看不到任何车距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是挺糟糕的 因为我知道如果前面的大货车一刹车 我就他妈的挂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造成台湾这种交通环境 我听说是驾照很容易烤还是什么 或者是警察不怎么罚 我听说对于酒驾这种处罚 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很多人还会选择酒驾 然后有好几次我看到有人 在这个路上飙车 在信义区重划区旁边 就在那边飙车 不停的左右变道 然后超速 所以没有错 台湾的交通的确很糟糕 糟糕到我都不想去台湾其他地方去旅游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下车的话 我就要经历这些行人地狱 然后我不想一下车就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然后去听这些燃油机车有多么的吵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台东 那边自然风景很好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车 不管怎么说 所以那个是交通 第三个我要现在还不能get over的 一个关于台湾的负面的地方 就是台湾的市容 台湾的违贱 铁皮加盖 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说了 我再说的话 我都感觉我自己有点矫情了 但是说真的 每一次我从其他地方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第一印象就是 这个地方怎么能这么丑 我知道这句话说出来 让我听上去十分的没精没肺 但这是我的实话 OK 这就是我内心就是这么想 真的没有办法 它真的就是很丑 特别是这个丑 再加上我前面说的交通问题 这两个东西 它相辅相成 能让你不想逛台湾的心情 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I mean look 现在六个月了 我得说 最近开始 我的确是有点妥协 台湾的这种市容问题 还有交通问题 我的确是开始有点妥协 但是前六个月 真的每一次我上街上 我都有很大的负面情绪 然后不能撒谎说我没有 很多人会说台湾的这一些 接警 市容是特性 I mean look 如果你想自我安慰的话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话术 我确定台湾的接警 30年前和30年之后 没有太多的变化 那么 很多时候老的东西 它不代表它就是丑 欧洲的很多建设 它虽然老 它非常老 但是它漂亮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见的时候 有对美感的那种追逐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 来到台湾之后 因为人口增长了这么多 他们就开始瞎唧巴乱钙 瞎唧巴乱钙 再加上这个土地私有制 就代表你瞎唧巴乱钙了之后 你就不能更改 那么这个事情就无解吗 我不这么认为 东亚的很多其他国家 他们在以前那个接警 其实也是不尽人意 但是随着那些国家 那些警官法来通过 慢慢慢慢的 他们的接警就变得越来越好看 台湾虽然也有 关于这个警官法的讨论 但是这个法律到现在都过不了 甚至半年以来 关于这个警官法的讨论 基本上就不存在 我得说台湾的其他地方 非常好看 台湾的自然风景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但是台湾只要一到城市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 不伦不类的建筑 台湾的没有美感 不仅仅只停留在 台湾的这些建筑和市容不好看 比如说有铁皮夹钙 台湾的没有美感 还体现在道路上的 比如说电箱 还有海报的设计 比如说这张照片 是我在台湾的机场拍到的 I mean what the fuck is this design OK 这是他妈什么设计 我觉得小学生 所能设计的海报 都比这个要好看 想象你是外国人 你到台湾 你听说台湾是一个发达国家 人均GDP比韩国还有日本还要高 然后你以为台湾是一个 十分先进十分高级的地方 结果你一下飞机看到的是 这一个海报 What 六个月下来 我觉得我意识到的事情是 台湾很多人 真的很不在乎美感 大多数人对于所有事情的态度都是 什么东西越便宜越好 CP值越高越好 越实用越好 这种差不多就好 就将就一下 就算了算了的心态 在台湾至少是在美感这一方面 特别的常见 就导致你在这个城市在都市里面就很难找到真正美的地方 不是说没有 OK 真的不是说没有 如果你要找的话 你的确可以找到 我家我觉得就挺漂亮的 感谢我房东 我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漂亮的地方 但是按照比例来说的话 的确是会低一点 那么关于这个市容 我觉得是一个我慢慢正在妥协的事情 然后我现在其实没有像我六个月以前 这么在乎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需要慢慢熟悉的事情 然后这应该是一个我第一个能够适应的事情 刚刚前面三个是我关于台湾最大的那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那么关于台湾还有一些其他负面的地方 比如说外国人来到台湾真的十分不方便 在所有事情方面 不光是银行开户还是开一个公司 在台湾作为一个外国人开公司 是我做过最难的一件事情之一 然后这个是在我有会计事务所的前提之下 开公司的这几个月我真的就在想 台湾是不是真的想要让外国人来进来 因为我真的感觉在台湾做一个外国人 如果你要开公司开银行的话 真的特别困难 可能没有困难到日本那种程度 因为我听说日本也很困难 但的确非常困难 关于台湾还有一些小事情 我不觉得能算太负面的事情 比如说夜生活不是非常的特别 夜市我觉得有点太overrated 再比如说台湾的美食 很多外国人喜欢吹 台湾的确有很多很特色的美食 有些东西的确也很好吃 但是台湾美食总体来说 如果你寻求的是美食的多样性的话 你在台湾其实找不到很多多样性 特别是如果你喜欢吃其他种类的中餐 或者是比较正宗的西餐的话 台湾其实比较难找到这些餐厅 但是日式料理还有台式料理在台湾的确是不错 而不管怎么说 我们可以来说一些 我喜欢台湾的地方 毕竟前面抱怨了这么多负面的地方 已经让我比金汤利还要金汤利了 首先我觉得台湾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有言论自由 你可以说你想要说的话 然后你不会担心你有什么下场 我当初想要来台湾的原因 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华人社会 然后我可以在这一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需要担心太多 言论自由 民主是我很喜欢台湾的一个原因 然后我觉得台湾应该珍惜的一个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那些媒体瞎报道 我就觉得为你们很着急 因为民主是一个好事 但是在另一方面 如果大家没有受到这一些最基本的思辨教育的话 民主会是一个很可怕的武器 很多人现在虽然享受了民主 然后也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 但是很多人却没有那一个民主应该有配套的思维方式和辨别能力 但是即便如此 言论自由还有民主 还是我喜欢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第二个我喜欢台湾的原因 这句话听上去会十分cliché 但是台湾最美的是人 这句话的确是这个样子 一方面是因为台湾适中的确十分丑 另一方面的确是台湾人 的确大多数都很好 一方面是大家的这个基本素质都比较高 这个主要体现在那些基本礼仪 这个人与人之间会说什么 你好谢谢再见不客气 会说的比较多这一方面 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空间距离感 香港人其实也很有基本礼仪 和台湾人一样 但是香港人所没有的 台湾人所有的就是台湾人大多数人都很热情 然后很多人会表现得很心善 然后对你做很多好事情 然后会让你感觉很好 然后讲话也非常非常客气 但是在另一方面 OK 我不想把这个正面的点 也弄成一个负面的点 但是在另一方面 我不是说台湾人和香港人 台湾人比香港人更容易相处 OK 我没有这么说 我没有这么说的原因是 台湾人虽然很热情 但是在另一方面 特别是对于一个在大陆长大的人来说 台湾人有些时候说话会比较的拐弯抹角 然后会说话比较的不直接 所以我虽然喜欢台湾的热情 但是在另一些方面 有些时候我就希望跟我说话的人 能说话直接一点 一些台湾人有些时候说话 就让我感觉有点像是在cosplay日本人 有些时候我就感觉有点过于礼貌 反而我会觉得这样子很难 能接触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另一方面 我觉得讲话客气 总比和任何一个人讲话不客气要好得多 处置高这一点 台湾是肯定的 百分之一百 第三个 我很喜欢台湾的点就是 台湾相对来说 十分的方便和便宜 那么我知道 便宜这句话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会太这么认为 然后其实觉得这个好处 应该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处 因为像我说的 我其实哪里赚钱都OK 我的钱是一个绝对值 所以如果我拿相同的钱在台湾的话 比在香港的话 我可以获得的会更多 所以我才说便宜 但是在另一方面 台湾的薪资 比起其他发达国家是不高的 台湾的工时 比起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很高的 所以低薪高工时 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 我这个便宜的statement 不能产生任何共鸣 但是我还是想把这句话加进去 因为这个是对我来说的一个实话 还有方面就是台湾的很多地方 都是24小时开着的 7-11 Family Mart 的确是比较方便 这三个对我来说 是在台湾生活的最大优点 那么我知道 我没有花太多篇幅说台湾的优点 但这不代表这些优点不重要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优点 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 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希望台湾能够越来越好 看到我前面的一些话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批评太多 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太没心没肺 或者是有些非常民族主义的人 会觉得你他妈这个样子 你还来台湾干什么 I mean luck 台湾是一个自由地方 对吧 如果我想待着的话 我就能待着 我有个拘留证 我在这里合法 的确是想让台湾越来越好 然后我觉得有些时候 大家就应该少说一些假话 然后说一些真话 所以台湾才能继续的进步 成为一个更加好的地方 All that being said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 台湾人对于台湾有一个自卑的想法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虽然我觉得台湾的确有很多缺点 但是如果真的要我选 我以后要住在哪里的话 台湾的确是我首选的地方之一 台湾虽然在我看来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大家 不应该感到太多自卑 也不应该太向外部来寻求 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的这种信号 我其实特别不理解这种所谓 谢谢你喜欢台湾的这种话 这句话我听上去就感觉 是一个特别卑微的一句话 就像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谢谢你这么爱我 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你不需要谢谢任何一个人爱台湾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就已经很好了 你不需要去谢谢别人说 谢谢你喜欢我 然后后面又补上一句 因为没有人认可台湾 所以我们才会对台湾不自信 就像是一个人说 因为以前没有任何人爱我 所以我对我自己特别不自信 It's like stop Look at the fucking facts You know 台湾人居GDP多高 你生活有多好 如果你要客观的 以全局的方式来看的话 台湾的确是一个 很适合生活的地方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只有当大多数人认清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才有这个心中的空间 能够听到 关于台湾那一些缺点的话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 谢谢你喜欢台湾 让我们来说一点 关于台湾的实话 这样台湾才能变成 一个更好的地方 不是吗 不管怎么说 如果你喜欢这一新的话 别忘了考虑点击一个顶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考虑点击一个订阅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